台灣新增286宗新型肺炎本土確診 再多24人死亡 總統蔡英文再就疫情致歉 蔡英文說 每位在疫情中受感染甚至死亡的人民 都是台灣大家庭的一份子 要向他們表達最深切的不捨和協議 承諾會窮盡一切努力控制疫情 給大眾重新健康平安生活 他又說疫情威脅仍然很大 尤其面對難纏的變種病毒 當局重點目標是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和在高風險社區找出無症狀感染的人 呼籲民眾星期六開始的端午連假 避免外出聚會